近日,成都动物园企鹅烤火的新闻吸引众多网友 很多网友质疑,企鹅也要烤火 带着这一问题,12月18号,记者来到成都动物园一探究竟 当记者走进企鹅馆一看,馆里的五只企鹅果然在烤火 路过的游客们无不感到惊讶,驻足为观 我了解到的企鹅都生活在南极 他们都不胖了 但是到这来,我看着它们在取卵烤火 这个还是很少见的 据成都市动物园公开资料介绍 目前,该园内展出的企鹅为麦哲伦企鹅和斑嘴环企鹅 麦哲伦企鹅来自南美洲南端 斑嘴环企鹅来自非洲南端 它们是近亲 我们在成都动物园养的企鹅是水温的企鹅 所以在温度低了三到四多度之间 它就要开取卵器给它保温 一直来动物园就一直来动物园就在给它 一直在这么先使用的空调 空调量但是里面湿度大了 就用长美菌 后头就改成给它用取卵器 据了解,成都动物园在每个管设配备了温度计 在参考温度的情况下 结合动物的实际需要开启取暖气 目前需要保暖的动物有企鹅 松鼠猴、狐猴、绿猴、长颈鹿、龟类、蛇类等动物 一般来说温度低于10摄度左右时 成都动物园就将启动保温模式 感谢观看